歡迎大家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想到獨旅的話 大家會想到去哪裡呢? 那我們這一次的獨旅啊 就要挑戰沖繩 一早的班機 好多人呀 大家都要去沖繩嗎? 順利的出關了 然後等一下要去等登機 配合我們這一期的獨旅時間是中部的12點20分 中午12點20分 天氣預報是多餘 落地了 從台灣飛到沖繩真的超近的 大概一個小時二十幾分鐘我們就到了 一入關馬上看到這個 就是Steak爸爸 我們現在等一下先去拿我們的行李 我們要往這個方向 我們抵達從小了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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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這個女孩嗎? 我想說 有很多東西 我應該會開始了 I like the way she smiles she got me staring for a while got me staring for a while got me staring for a while 我們待會呢 這個要先到國內線 然後去插什麼的單軌列車 這邊的話機場我覺得很新 而且指引都非常的方便 我們等一下要先搭往二樓的方向 再通往國際線或這一個長長的街道 那這邊呢就有藥妝店 然後前面啊還有Big Canberra 有觀眾是沒有吃過這一家玻米蛋糕嗎? 看起來也太好吃了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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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缺拌手礼的话也可以进去逛逛 它有风雨的凤几的蛋糕的话 是还有试吃可以直接吃吃看的哦 你记得这一家的塔好像也是蛮有名的 在查资料的时候好像有查到 那它在国内线的二楼啊也有这一家店哦 这家也是非常莫名的冲城汉球影片哦 还有曼玉的雪岩冰淇淋 还有各式各样的野豪 觉得去单轨列车的路特别的遥远 自己一直被旁边的这些商店给吸引 很多那种像冲绳自己的那种T恤的设计 而且这里是免税的哦 我带大家进来逛一下好了 它的T恤其实有非常多种的选择 然后尺寸的话也有大人跟小朋友 里面除了衣服啊还有一些零钱包 然后小的这种有点偏防水 我的万用宝 也有各种的帽子还有太阳眼镜哦 所以蛮推荐大家可以进来这里逛一逛 也有很多闪闪八亮的小钥匙 很可爱 进来有这家苹果派 听说这家是No.1的苹果派 感觉很好吃哦 那它这个苹果派口味里面的馅啊 是有豆腐在里面的 下面的这个啊是冲绳特有的芋头馅口味 看起来真的很好吃 不过我这次选了苹果口味的先试试看 一个的价格的话是417块的日饼 这家玉果子玉店也是非常的有名哦 它卖的就是冲绳特有的紫薯 紫薯制作的各种点心 有看推荐就是这个紫薯塔很好吃哦 还有紫薯制作的起司蛋糕 照着指引的方向边左转 今天冲城的天气很好耶 本来来的时候啊还有点担心 因为前几天听说都是下大雨 但是今天的天气很好 而且是有阳光的 好幸运我们赶快过去吧 要先来买跳 我们现在在的站是 纳薯公岗站 冲绳的单轨电车呢 行驶于纳薯室内到普天市 一共只有19个站 每个车站的间隔大概是1公里 车站之间的行车时间呢 也几乎只要1到2分钟 非常的方便哦 住的饭店会是在美容桥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买这一段的 单轨的列车 我们先来买票 选择繁体 然后我们要搭到美容墙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300块 好 两张 一张大张的领取证 跟这张小张等一下要去感应的 我们出来了美容桥站的话 是往南口的方向 美容桥站这边其实很方便啊 它离国际通还有第一木制公社市场 都非常不尽 我们等一下就直接先往南口方向走 那南口方向这边直接就有电梯 所以如果有大见机密的朋友 就不用太担心了 今天是礼拜天 距离不到五分钟左右的距离吧 就有暖木拉面 但是还是想看一下还有什么好吃的 哇 前面就是木制市场了 感觉好像里面还是有一些电视有开的 然后旁边呢还有基安殿堂 我给了我一个这个海草汤 给了我一个这个海草汤 来试试看刚刚老板给我的海草汤 海草汤 我觉得是很纯的海草 因为那个海草的味道很重 蛮重的海味 还有这种手工自己做的 调室 一个的话是一千果 我觉得很可爱 这种专门卖果汁的店 有凤梨芒果 好特别哦 它有苦瓜菠萝蜜果汁 有苦瓜菠萝蜜果汁 有苦瓜菠萝蜜果汁 晃着晃着晃着 然后还发现了这家手里食盐 它的话呢是卖冲绳的洗脸 这个是洗脸跟洗身体都可以用的 是冲绳限定的 因为它这个是导风 然后还有椒 这个也很特别 这个是冲绳的浦瓜 然后跟浦桑花的造型 然后做成有点像冰泡的样子 但实际上应该是洗澡的 市场里面其实有卖了很多的放手禮 这边大部分的海葡萄 有一些是可以试吃的 好像会加一点酱油 然后这边试吃是可以自己拿的 那我试试它 那要加一点酱油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嗯 然后不会有奇怪的心味 我觉得加一点酱油还蛮好吃的 哦 这加 它好多都可以试吃哦 哇 连这个豆腐都可以 我觉得很好吃 它有点像花生豆腐 可是我觉得它的口感再更弹一点 然后花生的味道很浓郁 这种的黑糖 我觉得这个虾饼不会太辣哦 大家如果喜欢吃就是虾味比较重的话可以买 那如果有逛到木质市场的话 我觉得可以走进来逛一下 因为它蛮多的商品其实都是有试吃 而且是让人直接取用 还蛮干净的 我觉得应该可以会找到大家想要买的特产品哦 我觉得应该可以会找到大家想要买的特产品哦 这家店也很可爱 这家店也很可爱 里面有卖很多这种贝壳类的饰品啊 然后还有灯具 各式各样的贝壳 那木质市场里面啊 没有这种专门是卖珊瑚的店 除了刚看到的珊瑚啊 然后也有很多种的珍珠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别忘了继续锁定 我们下一集影片见 拜拜 我们下集见 可爱 我们下期再见